咱们这样做出来的油条呢 它里面都是蓬松的 外皮呢是酥脆的 大家好我是二姐 最近很多朋友在直播间 买了咱们的这个脆皮油条粉 买回去之后呢不知道怎么做 也有一些朋友做了之后呢 不是很成功 咱们今天呢就把方法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咱们以500克的面粉为例 盆中加入500克面粉 加入5克食盐 5克白糖 再加入10克的这个脆皮油条粉 每500克的面粉加入10克 接着再打入一个鸡蛋 先给它搅一搅 然后再加入250毫升的一个常温水 边加边搅拌 搅拌至没有干粉搅成面絮之后呢 咱们给它加入30毫升的一个熟油 然后呢咱们把筷子给它取出来 下手去揣面 咱们做油条呢 不要去揉面 揉面起筋之后 做出的油条会又干又硬 咱们用手用拳头呢 这样给它反复的去揣 把面团给它揣均匀 最后将面团给它揣均匀 揣着没有干粉 像这样就可以了 给它封上保鲜膜 饧面20分钟 20分钟之后呢 咱们把面团给它取出来 然后呢咱们进行二次揣面 面团呢 约揣上五六分钟就可以了 然后呢 从底下上给它卷起来 现在呢咱们用保鲜膜 把这个面团呢 给它包起 然后呢把这个面团放到常温下 饧面一个小时 咱们也可以呢 提前一晚上把面和好 放到冰箱里冷藏 第二天早上提前拿出来 回一下温就可以做油条了 行好的面团 咱们直接给它取出来 面垫上给它撒点干粉防粘 用擀面杖直接给它擀开 我们把这个油条面剂呢 把这个油条面剂呢 给它切成约两指宽的一个生坯 切好之后 咱们给它用筷子 沾上水之后 打个水线 然后把两个生坯 给它叠加到一起 然后咱们用筷子 中间给它压一下 不要压断 咱们来试一下油温 放一点点面剂 三秒之中能够飘上来 这个油温就可以了 做好的生坯 轻轻给它撑拉开 然后给它放到锅里面 定型之后呢 给它快速翻动翻动 让它呢 快速的 让它快速的蓬起 炸至金黄 像这样就可以了 咱们这样做出来的油条呢 它里面都是蓬松的 外皮呢是酥脆的 替大家尝一尝 外皮特别的脆 里面是蓬松轩软的 咱们用了一斤面 炸了这么一大盆 姐妹们赶紧回家试试吧 自己做的干净卫生 而且特别的好吃 姐妹们赶紧回家试试吧